- 金門是我們的前線,您同意嗎? 金門是我們距離大陸最近的一個 對,那也是我們官兵距離共軍最近的地方,所以當然是前線 那可是現在是實施落地簽證,它每天是不限人數的 不限中國人數有多少他們落地簽證 在上個月4月的時候,就有超過15萬的中國人到達金門 對我們金門的防衛,對我們國軍有沒有威脅,要怎麼因應 各位委員報告,落地簽它的飛機的還是有一個限制 落地簽沒有,4月就已經來到15萬人了 那麼現在我們的國軍在那邊駐紮也不到1萬人 幾千人而已嗎?是嗎?部長 本席來假想一個狀況,就是有2萬個解放軍 全部都變裝,也不持武器 他就用觀光客的方式,落地簽的方式 到達金門 然後呢就地取材 因為金門也很多菜刀 這是傳說中的廚具啊 賣很多的這個刀蟹嘛 可不可能中共兵不協任啊,佔領金門啊 報告委員你要對我們金門的國軍官兵的訓練 應該是有信心的啦 我對國軍有信心,但是我對於洋裝成中國觀光客的解放軍 我是要提醒部長 是 有沒有可能有這樣的情況,有沒有因應的劇本啊 我們對這些遊客或這些不明的人士在我們營墟中 他超過2萬人,你國軍才幾千人喔 然後他就地取材喔 不是 這個剛才假想的這個情況 那你寫一套劇本給本席吧 好不好 可以嗎 你可以回復本席嗎 可以啊 我會找廉山市長可以到你辦公室報告 好 就這樣子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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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